先知之城范蒂冈,在很多人眼中是充满著神秘感的。 因为范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,也是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心。 范蒂冈是一个国家,也是全球领土面积最小,人口最少的国家。 虽然范蒂冈并未制定任何有关官方语言的法律, 但以意大利于最为常用,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没有工业,农业没有公路和机场经济富裕。 主要依靠还是旅游业,每年前来旅游的游客数不胜数,这个国家人均收入比较高。 虽然这个国家连一千人都不到,但是人均收入都超过八万美元了。 这个国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。 只有32名女性,540名男性,这里的人口本来就稀少。 女孩更是宝贝,所以男的找不到老婆都是正常的。 572名范蒂冈人中,有306名外交官,还有86人是瑞士卫队成员。 此外还有73名书记主教,31名平民和一位修女。 由于狭小的国土和数量极少的人口。 范蒂冈这个小国家没有公路和大型机场,连警察都没有。 只有一支禁卫队瑞士卫队。 这些身穿红黄蓝三色条纹古代骑士服。 头戴藏蓝色被雷帽的卫兵。 只要往那里一戳。 绝对是范蒂冈的一大风景。 在范蒂冈旁旁边的黎索鲁纪门特广场,大波波罗广场林荫道上是一条购物街。 游客可以边散布边购物。 宽阔的大街上,从高档时装到平民老百姓的商店都有。 还可以前往圣彼得大殿旁边的范蒂冈邮局。 寄出贴有范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。 大多数游客来到范蒂冈,主要去著名的彼得大教堂。 这是世界第一大的圆顶教堂。 集合了许多大师的创作。 但一定要注意,如果穿无袖和短鱼膝盖的裤子和裙子,是无法进入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该国居然是一个没有理发店的国家。